先跟大家透露今天 幫忙總統會來 喔 大概是15年 第一次 喔 蔡英文總統會來 因為蔡英文的商業委員 也沒有邀請他 這個 你們才知道 我剛才講 你剛講的時候我有點嚇到耶 你可以 這個是 對啊 這是可以先講的吧 我不可以嗎 對啊 就 要保命到最後一刻 那我就直接講啦 那就是 齊邁那時候 就是市長啦 市長有邀請這樣子 我想他卸任之前應該 有點想要 幫菲做自己 因為 所以啦 參加音樂祭這樣喔 對 因為 之前這種行程 基本上會讓 主辦單位也很麻煩的事情 他都盡量不會去麻煩人家 可是 我覺得他 最近有一點覺得 很 差不多了 可以出來了這樣子 百合花跟苗可麗 女神龍現在就有安檢了 但他離開以後 就不會有安檢了 你們如果要寫的話 離開了以後 小英來的這件事情 再寫出來好了 因為國安好像 他已經弄了 他已經弄了 我已經弄了 對不起 你弄了 快訓喔 快訓喔 你蛋了 總統府幕僚會打電話給你 我又不接電話好了 我不接電話 你很高興 爲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看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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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們才知道 你剛剛講的時候 我有點嚇到 對啊 這是可以先講的 不如意講 要保密到最後一刻 我就直接講啦 就是琴麥 那時候就市長啦 市長有邀請這樣子 沒有啦 我現在就是趕快寫歌啊 因為這幾年其實真的有蠻多的心情想要分享 那所以才會這一次其實表演的內容為什麼 為什麼我有蠻多想法在這個裡面 那雖然我剛剛有講說大家大概也看不太出來到底是什麼想法 他等到專輯出來以後再回溯這一次大廣開唱演出的視訊 就會發現原來是這樣子 都是一整套的東西啊 不知名 像是一整套的你 測試在這裡結束 有設計師來自給大家